现在军中已经被你们搞得千疮百口 然后那你过去还要做这五件事的话 请问你每做一件就有人辞职 这一种军事手长你干得下去吗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将权章有话 我美国一个朋友跟我私交还算不错 最近看到台湾军方军事手长的人事调整 他很感慨的打了一通电话给我 他就说 他说你要知道 其实台湾的军方对于顾立雄 还有对于所谓安全会议那几个人 完全没有好印象 他就跟我讲三个案子 就是说美国的军方 甚至于我们可以讲美国 对于台湾的军方 他们怨言很多 所以他们往往就绕开了邱国阵 就是直接找顾立雄去美国 谈什么 谈精进战略 精进精神的精 进步的精 谈精进战略 谈不对称作战 谈武器采购 然后再来谈编制 然后再来谈扩军 就是说类似事情 几乎都是他们直接找顾立雄 由顾立雄跟蔡英文报告 蔡英文再来把军事首长 把那个军事首长找来跟他们谈这些事 包含训练的方式 包含武器的采购 还有包含其他的 就是几乎都是把邱国阵 他们这些人通通架空 那架空的情况之下 那这一些首长 这一些首长难免 就是讲不如归去 他们是认为在民进党手下做官 有太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 除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外 一切以美国的马首四瞻 你好比说讲鱼叉飞弹 台湾不要那么多 可是一次进来 可以扩编三个连 那这些人你要到什么地方走 那好比说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 说台湾应该要掌握资讯通讯的安全 所以不是弄了一个资通指挥部吗 经过几年下来 反而弄得大家乱七八糟 就是说类似的事情 因为他们认为你们这些文人 你们这些文人 只有理想性完全忽略了执行性 执行如何执行 所以搞得大家非常不愉快 他说这是第一件案子 他说第二件案子 台湾的军方还是喜欢买大型的武器载台 但是孤立雄经常打枪 所谓的打枪呢 就是说你不必要去买这种大型的载台 你应该要做小而精小而美的 像类似这种观念上面 类似这种观念上面的冲突经常发生 其他的不说 其他的我就不说 各位仔细去看 台湾的军方目前你还是所谓的大兵团作战 他们想到的防卫台海的模式 就是大兵团作战 但是孤立雄却告诉他们 这个是行不通 那至少你就是小而美 小而精分散式作战 就是配合美国打村镇承诺战 结果呢 现在弄的台湾的建军 弄到最后究竟要往哪一方面走 截至目前为止没有定论 他说这个就涉及了武器装备跟编制的问题 顾立雄跟这些军事首长搞得是非常非常的不愉快 他说第二个 他说第三个对于军中的政治教育 顾立雄他们也经常的干预 就是所谓军中的政治教育 那过去从黄埔建军一路讲到现在的状况 他们就把黄埔建军在大陆时期的完全割裂 然后一律从台湾凤山军校开始讲起 就是在这一方面你传承的割裂让军方感到非常的痛苦 这是历史 那其实讲到同向的问题 蒋介石同向的问题 那我知道就是黄埔同学会也劝他的学弟 讲了一句话 要猜给他猜猜的那一天你就辞职吧 猜的那一天你就辞职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对于顾立雄的上台隐约感觉到不安 除了隐约感觉到不安 就想起了过去那里架空我的事情 现在你要上任 我我要服从你吗 我要服从你吗 那不服从的最好一个方式 我就是不干了 让你自己决定吧 以后你开会我都没有意见 就是我们可以说 民进党对于所谓的军方的首长 没有充分的尊重 导致了今天这种结果 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顾立雄520他要上台 你其他的不讲 其他我只讲五件事情 第一个你同项才不猜 如果说你要猜退辅会不主张猜的话 那请问一下 你退役军人跟现役军人之间 是不是要制造对地 这个事情应该不是从军中单方面考量 而是说加上退辅体系 你要一并考量 不是那你上来就要拆 好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把很多军事要塞列为不义移址 像台北地院对面的后备司令部 现在也要列为不义移址 现在包含他旁边的一个地方 也要列为不义移址 甚至于你把海军招待所也列为不义移址 那请问他到底要不要营业 就是说不义移址 你可以定一个标准 那这个标准 像好比说福利单位也有几个不义移址 那你一旦一定了以后 我天天去喝咖啡喝饮料 上面就是说这是不义移址 那人的心里感觉怎么样 况且你要知道 今天这些事不是现役军人干的 你就要强迫他承担原罪 这支部队能够打仗吗 这个是第二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 你们搞了很多编制 现在证明是没办法推动的 你没办法推动的情况之下 那请问你还要硬搞下去吗 这是第三件 那第四件 美国现在对于台湾 武器的采购 在拖延时间 你又并不定立所谓的 违约罚款 你一味的去配合美方的建军 有没有顾虑到台湾现实的利益 这个第四个 第五个就是非常重要 耳后台湾军方要不要读训 究竟读谁的训 读蒋介石 蒋经国 李登辉 马宁九 蔡英文 还是赖清德的训 就是说读训 就是说读训是每一天早上都要做的事 我们那个时候当兵 天天都有一个读训 时间不多 虽然只有三十分钟 但是你要读谁的训 你要把蒋介石 蒋经国通通取消李登辉的通通取消吗 所以这五件事情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顾立雄坐那个位置 你表面上是威风淋漓 可是当年那你架空别人 到了今天 这些军事手掌 怎么看你的架空 顾立雄你脑袋最好好好的想清楚 你不要用党外那一套你来治军 那更重要的是说 现在军中已经被你们搞得千疮百口 然后那你过去还要做这五件事的话 请问你每做一件就有人辞职 这一种军事手掌你干得下去吗 现在民进党真正的危机 我还是讲意识形态的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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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